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期權寶局 好像很久沒有見過大家 上次做節目的時候,跟大家見面是上星期一的時間 因為上星期三,臨時臨吉有個特別節目,沒有見過大家 星期五有見過,那時是做CME的節目 跟Jasper,盧彩仁先生,我的前輩講金 所以如果我單獨一個節目,在上星期一見過大家之後 基本上就整個星期沒有見過大家 但市場雖然沒有見過大家整個星期 但基本上都是隨著我自己預期的走勢去走 因為記得上星期一和大家做節目的時候 和大家說什麼? 市場沉底 那星期一做節目簡單說 就是和大家說 基本上市場 其實你在上星期一 在上星期一做9月9日星期三的位置 就是兩邊做LON OK? 博市爆邊 其實在兩邊做LON之前 市場在再高一點位置 大約24700左右 都不斷叫大家去做淡 或者是就算你不做淡也好 你要對沖的了 那接著上星期一對到9月9日星期三的低位的時候 就叫大家兩邊做LON 還有再跌多一點 見到確認對穿了9月9日星期三的低位之後 就叫大家加注LONPORT架外400點的行指期權 是不積極的 轉個頭就啪啪聲 上個星期就堆下來 那個市場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美匯的指數 它弱勢了那麼久 有一下反彈 那就是見過的情況 之前其實我都說了 聞到一股味的 其實你見到 人民幣早期相對性來說比較弱勢 美匯指數相對性來說比較弱勢 兩樣東西其實某程度上 都是有利於資金流入香港的市場 如果你說說美匯 一般來說的情況就是 當美匯是越小的情況下來說 資金相對性來說 比較容易離開美國 走去新興市場 而其中一個來說 香港來說也相對性來說有利的 再加上配合到人民幣強勢 但是之前跟大家說過 為什麼人民幣強 美匯若 市場都不可以向上破頂 還要向下沉底 已經聞到一股味不對勁了 所以就叫大家去做淡 即使你比較保守都要做對沖 結果就市場下 事後你見到的情況 美匯是由弱勢轉回到强勢 說大陸 美匯弱勢 香港股市都打不起 美匯轉回到强勢 香港股市還不插到掉 香港的股市也都因為這樣 在上個星期來說 就磅磅磅插下來 又跟著就又繼續贏錢 大家開心 當然還有其他原因 例如見到香港的疫情 雖然比較穩陣 暫時來說 但見到歐洲方面的疫情 似是游離了 見到這麼久的數字都開始又嚴重了 至於疫苗方面 之前一向都是衝勁今年年底下年頭 會有疫苗推出市場 但現在最新的情況是說 可能有少少阻滯 大家都知道疫苗一定推出了 問題就是說 是不是真的可以趕得及 這麼快去推出疫苗出街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就算真的出街 供應量夠不夠給其他這麼多人用 大家都預計到的情況就是 通常疫苗就算真的出街 供應量都是不夠給其他這麼多人用的 那要全部人都可以用到疫苗的情況呢 起碼到下年 不知道年中還是什麼時候的時間 等等這些這樣數 令到市場覺得 那個經濟復甦的預期 有機會 比想像中之中慢 令到上個星期來說 美國股市都不太彈得起 而香港的股市明顯是比美國股市弱勢 因為最後的情況 而且經常講了很久 就是美國和民主共和兩黨 持擊經濟的措施來說 到現在還沒有正式推出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因素 令到美國股市又踏不起來 然後開始有點回調 而香港股市也受拖累 以下的情況來說 更加之急 不過你會見到 在上個星期尾來說 開始有消息說 美國民主共和兩黨的刺激經濟方案 有少許眉頭 有機會出現 所以見到上個星期尾開始 美國股市開始有些反彈 但是在香港的股市來說 即使是這樣 又是難不起的 那也是那個問題 本身香港的股市是越開的了 美匯指數轉回 強勢就踩多腳 令到本身是已經越開了香港股市 踩多腳下來 還有就是 中美的關係都是不太好 特朗普經常搞不中搞一下中國 這樣就令到香港的市場有點隱憂 但是今天來說 比較精彩一點就是 匯豐 其中一隻比較多人說的 就彈了差不多10% 超過9%多些 某程度上 匯豐的上升 就造就了 今天香港的股市 貢獻了大約百多點 大概200多點 差不多300點 但是其實當中的200點之中 匯豐貢獻了百多點 而第二隻貢獻了大約接近100點的 恆子成分那哪隻呢 就是阿里巴巴了 簡單來說就是 匯豐的阿里巴巴 只是這兩隻 都貢獻了今天那個香港恆生指數的升勢 大約200點左右 今天香港股市都升了200多點而已 所以你會見到這個情況 簡單來說就是 今天那個升勢某程度上是側重於某小部分的股票 是令香港恆生指數的夾上去的 那 那個市 始終插了這麼久 那 今天來港 略為彈了一點點都正常的 那 再加上你今天的匯豐為何彈得這麼厲害 大家都知道就是 就是說 就是你有三晚來會知道 哦 原來呢 上個星期來港呢 平保其實已經開始 吸納匯豐的了 那 他們說 短期不是派息 就是 現在不派息呢 不會影響匯豐的中期那個 未來的前景的 開出 它會吸納 那你上個星期開始吸納的時候 我們作為一般省門不會知道的嘛 我們時候才會知道的嘛 那 今天正式得知這個情況下來說 那今天就打得很厲害了 那 但我還是說一句 這隻股票 絕對不會是我自己 我不知道你啦 起碼我自己先 不會因爲現在 推到二十七個多最低 就算今天彈了十個巴仙 好像有些見底 會穩的跡象 我都不會因爲他 因爲這樣而買這隻股票 我都是那個 我不知道你 但我自己 我一定不會 就等同於 幾兩年前的人 問我買匯豐 講座 那時候叫人買Apple 不要買匯豐 都是不會有人理我 通常那些月老的年紀 就越難接受一些新事物的 那 月老的年紀的人 通常就去到這些位置 越容易想買的 那我自己就 比較保守一點 我不會買的 at the moment 我都不會考慮買匯豐 暫時來說 我會當匯豐這一下 是一個叫做 跌得金的一下 叫做回光反照的反彈 而匯豐今天都 騙了恆辛指數的大約百多點 他走勢 另外一隻就是 阿里巴巴接近了 供應了大約一百點 那今天香港股市 都可以升至二百多點 所以今天香港股市 暫時來說 我看下去是升 不是升得太健康的 坦白說 還有這一段的反彈 我都有點預料了 如果大家有記得 我上個星期一 和大家做節目的時候 就和大家說 就是說 歌市插合來說 還沒抵到兩萬三 我都不會立亂留抵 我這樣就和大家說 那結果是怎樣 期指來計 昨天 上個星期五 最低度到大約兩萬三千一度 距離我兩萬三個目標價位 差不多 差一點 那我一路堆 之前的淡倉一路在那裡 推市站推市站 推到大約上個星期五度 就take profit 這樣 接近我目標價位 那時候 到大約差不多兩萬三個位 現在是 下個星期五度 就ер貨 我就按了 心理 這下個星期五天 畫面 現在是 猜中 已經拍了 你又看了 下面 我覺得這些核彈是正常,但彈完呢,暫時我不會胡亂罵,我也是那句 我初步期望,市都傾向彈完之後再查,暫時是這樣看著 除非市有些跡象,令到我覺得市跌定了 那你見我今早就算我交文社,我也是叫人說 有幾個項目,上個禮拜都交的,有幾個項目 第一,之前一直叫大家做膽,做膽,做淡 如果你又告訴我,你都錯了,其實市跌到現在這些位置 你才去做淡,其實勝算相對來說是微的 所以就算是做淡來說,我不是叫做重駐 都是用一個小小駐的形式去搏,而且相對來說比較保守 穩陣的策略去搏,就不敢建議大家去重駐了 坦白說一句,因為市已經有很多了 已經的情況,你要做淡,找個漂亮的位置 但是通常市場的情況是,找到一個漂亮的位置 叫你做,你又不敢做的,通常情況是這樣的 那我沒有辦法了,所以我其中一個項目就是做淡 細緻一點好了,不要重駐 第二,就是今天早上,我今晚的時候說,市彈上去 我預計,會建議大家去彈到大約兩萬三千五百點左右 兩萬三千五百點左右,嚴格來說 就開始可以找一些保守性的期權策略去做淡 保守性的期權策略,就叫大家做熊市跨價策略 Bear Put Spread Long 一張 Put 再加一張 Short Put Long Put 就 Long 將是 兩萬二千四百點的恆生指數期權 跟手來說,Short Put 則是兩萬二千點 今天都28日,明天都期之計算 絕對不會做九月份的 建議大家做十月份 今天最高期之計算,夾到二三四九五 距離我兩萬三千五百點,差五點 那你有做就有做 有做的,如果明天繼續夾上去,你就先放在這裏 因為你Long Put 加Short Put 有一定的防守能力 如果你沒有做的,那就算了 除非它再彈高一點,你就再做 否則來講錯就算了 你不要,未到我講的二萬三千五百點 附近這些,無緣無故手行 亂做 但是問題是,如果市 我今天早上加敏說,要彈到二三千五百點才開倉 今天最高彈到二三四九五,沒有彈到樓上 但都差不多 但是,如果市沒有彈到二三千五百點樓上 跟手這樣彈下來 插穿上個星期五個低位 上個星期五個低位是二十五號的低位 我這裡寫錯了 不是九月二十八號才是一 上個星期五個低位是九月二十五號 那個低位是兩萬三千一百一十四點 如果我插穿了二三千一百一十四點 這個位置 而市又沒有彈到二十三千五百點 就是告訴你們什麼 彈都彈不起 再繼續插進去一些比較重要的支持 小心點 在這個情況下來說 老虎蝦就算你不做淡也好 做一點對衝 因為怕,市真的弱得很厲害 但是,你連兩萬三千五樓上 你都在市上插了這麼多 之後又再插穿上個星期五個低位 不是一個好笑頭 在這個情況下,我會建議大家 現在是Long Proof 十月份的價外 Long Proof 十月份的兩萬二千四百點 恆之期權穩陣少許 薄一薄 就是,當作對衝鋒好 什麼都好 但是,未至於是適合大署的時候 因為我之前和大家講過 你做淡的 之前講過在高位的地方 建議大家做淡了很多次 始終你現在的事情,別了很多 那你勝算相對性來說比較小 那你未至於是適合一個 比較重要做淡的時候 至於你說消息新聞的 那沒有 首先,你這個星期四、五 就是公眾假期 十一黃交周 接下來就是中秋節 其實,市假期的氣氛 非常之濃厚 再加上,明天開始的北水都沒有了 那整個星期來說 比較重要的消息 反而我們會聚焦在美國那邊 那美國那邊發生了什麼事 美國來講,明天來講 上一港 11月3日美國總統大選 開始選改 那暫時,如果你只看民意的調查 民主黨拜登就領先著特朗普 那明天來講 美國的時間 就會開始 總統第一輪的辯論 電視直播辯論 拜登 against特朗普 那 他們的表現 其實某程度上很影響到古少的表現 因為 簡單來說 如果特朗普有優勢的話 那時候應該有機會彈多一點 但是如果民主黨的拜登是有優勢的話 那時候應該會再插得多一點 所以在這些 但是你問 特朗普更厲害 還是拜登更厲害 我誰知道 我不會去判斷這件事 所以 我也是 剛才講了一些比較技術性的位置 去給大家參考 計算直播錄去搏 但是問題 你要留意著的情況 就是 現在 基本上 純粹說民意的調查 就是 期望拜登 是勝出特朗普的機會 是大一點的 在這個期望的情況下來說 萬一在電視機的辯論來說 是有機會發生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特朗普 你叫他做事不行 但是他把口 臭到什麼 還有很囂張 在這些辯論的情況下 分分鐘他佔優勢 當他對手 拜登不斷判斷 然後拿到一些甜豆不足奇 然後令到人覺得 不是特朗普都可以的 萬一當預期有 拜登變了 如果特朗普 這個預期 可能會有機會 令到 美國的股市 賺得多些 從而令到 香港的股市 膽分多些 所以 我經常說 就算我這些好的位置 我口高 做淡 我都不敢大著 我都是 用一些保守的策略 細細處就算了 可以嗎 但是 反過來 如果 拜登繼續 保持特朗普 都搞不定 拜登的辯論 沒有什麼優勢的情況下來說 慘了 那時候 我真的要有這個心理 準備隨時過市 真的潮絕22,400點 這些位置進化 可以嗎 暫時來說 都是見到的情況 就是 今個星期 大陸 接下來 開始沒有試開 Holiday mood 又強 十一黃金洲 加中秋節 變論比賽 明天 美國時間 開始 所以 我自己來說 如果你沒有開倉 明天也無謂手多 坦白說 如果你沒有開倉 你先等下變論 放完價 回來才開始做trade 好多了 我會傾向是這樣 可以嗎 暫時 我和大家分析 就先分析 這麼多 我還是重複一次 就是 11月3日 美國總統大選 在未來 大約 明天也期之結算 大約 一個月 一個月的時間 這一個月 有機會 相對來說 市場是比較波動的 你如果是告訴我 你是一些超級穩陣 保守的求職者 我建議你 眼看守物動 好過難 進取營 你也要隨時做出空險措施 準備一不對勞 你就要閃那種 可以嗎 暫時今天和大家說了這麼多 先和大家看一看 今個星期三 聽財警台的同事說 有一個特別節目 所以換句話說 我今天和大家做完節目之後 今個星期三 見不到大家 見不到大家 去做另一個特別節目 星期五有公眾假期 所以下次見大家的話 就是下星期一收市場 差不多這些時間 那時候來講 看完美國 辯論的情況 發生什麼事 再進一步 和大家update 最新的市場 今天和大家說了這麼多 多謝大家支持 再見 拜拜